好 鄧視新聞舉國震驚 而且大家都很難過 就是死了一名外籍女大生之後 我們看到 她居然還是死在她認為 最安全的台灣 我們時間回到11月28號 晚上大概8點多 這是遇害的馬來西亞籍的女大生 她的最後身影 當時邊走邊滑手機 曝光這是她的最後4分鐘 那麼之後她就慘遭毒手 她走過的這一段路 大概是600公尺的奪命路 黃泉路 你可以看到 幾乎就是伸手不見五指 所以很多人說 你當時你地上腳踩的 是不是有沒有蟑螂 可能都看不到 看不清楚 她就要走過這麼一段路 果然就遇害了 當然這起命案震驚了馬來西亞 對台灣的治安觀感 產生了負面效應 那麼事實上 在馬來西亞很多人都說 很多的學生會願意到台灣來念書 很多人覺得 是因為台灣的治安很好 但如今發生這種慘劇 確實會對未來造成衝擊 所以在馬來西亞網路上 網友也是人神共憤 很多人算高寒要一命償一命 恨不得將兇嫌判死判絞刑 好 那麼校方的做法是 首先是學校校長發出了430個字的長信 那麼信裡面當然就寫了很多 包括因為上帝能給我們信心智慧 撫平這件事情受到傷害的人 要將一切的憂慮謝給上帝 因為他顧念你們 就是一個神愛世人的概念 因此這封長信一出 引發了很多學生抨擊說 看了更是無言以對 緊接著很快在今天 這個是校方又趕快發出了更新的聲明 宣布6點的校園改善措施 那麼同時校方的包括這個學務長等人 也已經辭職負責 好 那主要校方的部分 還有校方在第一時間的表現 是不是整個荒腔走板 而且讓人覺得只是想要壓消息 這個是女大生的媽媽 中媽媽 她覺得校方態度相當離譜 一問三不知 她所有的訊息都是來自她的同學 那麼包括她想要知道 她的孩子現在狀況怎麼樣 好消息 壞消息一定都要告訴她 但是她說不知道 校方的顧慮是什麼 就一直跟她講 不管什麼你就直接告訴我 校方一直說 就是沒找到 就是沒有人 好 所以她還是自己上網去查 歸然派出所的電話 而且她說這一段時間 她不知道自己打了多少通的電話 好 那當然在警方來講 派出學校也說事發當下 因為偵查不敢開 所以沒有辦法提供任何資訊 對於這個中媽媽來說 她覺得非常不能夠接受 那麼在第一時間 女兒人不見了 有沒有找到人 有沒有什麼下落 校方第一時間沒通知她 最後女兒的屍體找到了 第一時間也不是學校通知她 好 所以我們就先看到這 這個事情有很多值得檢討的層面 我們先來看到在校方的 處理態度來講 有志可以先跟我們說一下 這個學校方面到現在 就在第一時間處理整起事件 是真的是一問三不知 可是他們說有顧慮 因為偵查不公開 你長期跑社會 對校方 對警方來講 是真的這樣子嗎 先為我再強調一次 我覺得已經全部被這些 公務體系的人誤導了 所謂的偵查不公開 不是針對我們老百姓 不是針對受害者 偵查不公開是對公務人員 你們辦的檢警 你們的偵查不能對外公開 不是我們 我們今天要知道我哥哥在哪裡 知道現在案情如何 我自己是可以的 我可以有充分了解的權利 家人可以嗎 家人絕對可以 他是絕對第一 第一值得權利的人 所以不要再動不動 用偵查不公開 你們這些檢警 如果在對外面 這些小老百姓 用偵查不公開來騙 在鵝騙 我跟你講我都會一個一個 轟死你們這些檢警人員 老百姓有資的權利 這是憲法保障的 放在第一個 偵查不公開是對於你們這些 檢警辦案的 不要動不動來框這些年輕的記者 那些不曉得該怎麼處理 慌張的老百姓 再加上千惠 這個媽媽跟台灣 相隔2000多公里 你想想看 不要說是馬來西亞跟台灣 就算是我們常常發生 高雄的到台北來念書 台北到高雄去就業的 我跟你講光幾百公里 要找到一個人 要問到東西有多難 加上我們的公務體系 加上我們很多電話 是轉了又轉 轉了再轉 兩 三千公里外的媽媽 每天自己用電話一個一個問 說我能問誰 天啊 我們反過來換位思考 如果今天我們的小孩 在美國念書 結果你們所有的爸爸媽媽 要透過打越洋電話 一個一個打美國二海二州 你們哪一個州立 警方 檢察官的電話 隔了這麼遠的距離 他最後他竟然比你問得還快 你會怎麼樣 這是什麼國度 台灣怎麼會變得說 我們先顧好我們自己 遠在兩 三千公里外的人 我不能感同身受他的焦慮 怎麼會這樣 就不是說有政府請放心 我們讓所有的人放心在哪裡 這是國際笑話 國際醜聞 今天不要再用這種粉絲太平的態度 不管是校方 不管是警方 在這整個裡頭砰槍走板 全部都讓大家台灣蒙 那個心裡面很難過 我們顏面盡失 我今天再來反方向 如果今天兩個台灣的女孩子 在不管菲律賓 新加坡 日本 美國 英國 連續兩個 你覺得台灣我們的媒體 會怎麼報導 新加坡危險了 英國危險了 菲律賓危險了 可是菲律賓他怎麼看 我們怎麼做這種事情 我們趕快給台灣一個交代 這是人本的思考 現在不是 我們到處用粉絲太平的方式 所以當初校方這樣子處理 警方呢 警方前面已經先有個報案了 然後你告訴我說 現在當初那個報案的 把人家拉進去 然後身上還受傷 然後還去報案 他說有人要擄我 這麼準 擄人未遂的案子 你竟然說因為那個叫惡作劇 台灣到底怎麼了 我今天說 校方怪不怪 不是我的專長 但是警方的動作 我一定要痛罵 太誇張 我真的不曉得我們的警察 什麼時候 尤其台南 請問我要告訴你們 台南是我們跑警政到現在 唯一一個讓我意外的警察局 意外 這連續 從賴清德上任到現在 他推一個東西 是我們社會記者 很想要說達到的境界 可是只有賴清德做到了 叫做不吃案 台南市警察是有名的不吃案 因為當初賴清德跟陳子靜局長 賴清德跟他講 賴清德有感於說 台灣的就是一天到晚 用數據來表現 結果賴清德說 問陳子靜有沒有辦法 我們回歸現實 我們用體感治安 什麼叫體感治安 今天你可能出去25度 你還跟你講說很冷 但是奇怪 千萬你出去 有發現沒有那麼冷 那叫體感 既然你告訴我說 治安數字非常好 可是27個被蓄意殺害的比例 故意殺人 全國佔一半 快要一半 那個叫體感 就是我的對治安 我的感覺是如何 所以賴清德問說 陳靜有沒有可能 我們回歸都不要再吃案 他說如果市長你挺 我就做 結果那時候做到現在 一路從陳子靜 做到黃中仁 做到周宥偉 三個局長造成 達到了台南市警察局不吃案 結果其中三個局長 有兩個被蘇貞昌拔掉 三個局長有兩個被蘇貞昌拔掉 這麼努力把台南一個體感治安 變成全國治安滿意度第一名 雖然數字不好看 因為我不吃案 結果換了一個局長 你要的 蘇貞昌你要的 換了一個發生什麼事情 開始吃案 開始粉飾太平 說這個叫惡作劇 已經將近10年沒有警察不吃案了 怎麼會再換掉兩個局長之後 突然變成吃案了 那就是你警政署長 跟行政院長的問題 為什麼我不怪徐國勇 徐國勇在中間這兩個局長 徐國勇想立保 因為徐國勇看到數據 徐國勇也看到台南真的不吃案 治安滿意度又這麼高 他覺得這兩個沒有必要拔 可是當今警政署長陳家欽 跟行政院長蘇貞昌 以什麼藉口 開槍 酒店開槍 治安敗壞 好 千惠 那我們用同樣標準 我們今天用同樣標準 這兩個局長 你用治安敗壞只因為開槍 第二天馬上破了 現在這個命案是國家 那個案子頂多是台南丟臉 這個案子是台灣丟臉 丟到馬來西亞去 再加上吃案復辟 10年不吃案了 賴清德 你現在當副總統 要不要替你的台南市講講話 你怎麼努力讓台南不吃案 現在為什麼有一群警察 發生了國際笑話之後 還吃案 然後還告訴我這不叫吃案 我們只是沒受理 吃案跟沒受理 你是用文字書 文字在跟我打哈哈嗎 吃案就是吃案 然後什麼不受理 不受理不就是吃案 沒開賽報要三連丹而已 不要在那邊騙人 我再跟各位溝通一個觀念 全台灣法律名詞 沒有一個叫備案的 受理就是受理 不受理就是不受理 不受理就是吃案 沒有這是什麼備案的 不要動不動被警察騙說 這是備案 而台南有10年的好光景 好榮光 台南市的老百姓都知道 我們台南警察不吃案 蘇貞昌 你換了一個詹詠帽之後吃案 你現在告訴我 這麼一直層層疊疊的關係 前面換了兩個局長 三線三加起來六線六 結果一個國際醜聞 吃案 粉飾太平 你換一個分局長 你換一個分局長 你的行政公平原則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今天 台南會走到這個地步 今天蘇貞昌 你要扛下非常大的責任 今天如果你沒換掉 這兩個局長 我們用時空轉換來想 如果這兩個局長都還在 這些警察不吃案 那天那個女生一報案 歸人派出所的 馬上到現場 因為我不用按個壓力 我趕快掉監視器 因為我沒有其他的要忙了 我不用去做數據 所以我趕快掉監視器 趕快訪查 千惠 這個嫌犯一下 有人在注意我 哪怕你只以準未遂 擄人勒數未遂 然後把他帶到派出所 千惠 他會怕 有嚇阻的效果 怕個十天就好了 十天 夠不夠這個女生活下來 這個十天 夠不夠讓他不敢出門 讓大家還可以在 緊急去做一些補救 歸人派出所可不可以 因為這樣子的人 趕快跟校方講說 這個地方危險 趕快加一些燈 我們歸人分局 歸人派出所 也趕快來做巡邏 今天這個女生會不會死 不會死 你現在告訴我一堆 什麼不受理 就不是吃案 然後說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努力的偵辦當中 我更可惡的是 破完那天還頒獎金 笑死人了 台南怎麼變成這樣 這十年來被我們社會記者 稱道得好傳統 不吃案 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只因為你換了一個局長 難道警政署長不用負責 是分局長在負責 前面都兩個局長負責了 你現在死了一個國家笑話 你警政署長還躲在裡頭 沒有負責 他每天還在那邊講粉飾太平的話 然後還告訴我們說 現在避難也比較重要 警政署還發那奇怪怪的貼文 你到底心目中 有沒有台灣的治安 而所有的源頭 就因為你們換掉了兩個局長 難道這一掛 沒有人應該跟他們算帳嗎 我覺得賴清德拜託 你應該這時候出來看看 你十年幫台南墊下的基礎 現在變這樣子 你一點都不心疼嗎 除了這個吃案的部分 我們稍後還會來好好追究之外 還有沒有說謊的部分 官僚的部分 譬如說這名女學生 她就是死於這600公尺的奪命路上 你可以看到一片烏漆媽黑 身手不見五指 那麼為什麼會一直這樣 你以為學生沒有反應嗎 學生一直反應說 路燈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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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到2020年 就不斷的一直在拍照 一直在校方的平台上 提出問題來 那麼結果校方的說法是 因為這是校外的範圍 不歸校內管轄 換句話說他們管不到 沒有辦法 無能為力 好 那麼台南市長黃偉哲說 外界就責說 因為路燈不亮造成治安死角 但不是 路燈從6月到現在 只有兩盞不亮 所以真的是一路都不亮嗎 這此話一出不得了了 當地的學生全部跳出來 舉證的 拍照的 錄影的 通通把證據要拿給市長看 他說市長居然反過來指責我們 這是有數千名學生在造謠 事實上有9千位學生 包括當地的李明 都一直在反映 路燈不亮的問題 好 那麼來看到 這個黃偉哲市長 在今天臉書上再度道歉 他說會全面清查校園 還有學生住宿周邊的照明 以及交通安全 所以一夕之間這條路 路燈都亮了 全部亮了 好 那麼當地的學生就很感慨 就是說這是用一條人命 才能照亮的路 真的很悲哀 很清楚了吧 韓冰 對啊 其實假設 真的這種狀況的話 我們想一想還滿可怕 台灣有多少盞路燈 然後每一次都要死一個人 那個路燈才會亮 這是聽起來 就非常恐怖的事情 因為這根本就是一個 預知死亡祭事 因為它不是發生一天 兩天 四天 五天 一個月 兩個月 它已經發生整整四年 四年學生不斷的在反應 李明不斷的在反應 然後路燈就是不會亮 到最後出事了 黃偉哲雖然我們是好朋友 可是你說那句話像話嗎 怎麼只有兩盞燈不亮 實際上 其實有人去問過里長 為什麼那個地方 常常路燈就是不亮 他說每一次好不容易修好了 修好了沒多久 又不亮了 為什麼 因為有人去偷竊 有人去把那個電線剪掉 把變壓器拔走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造成不亮 我就覺得奇怪 一個經常發生這種毀損公務 盜竊行為的這樣的一個地方 這裡不是應該是 治安重點區域嗎 對 這不就是應該是 治安重點區域嗎 實際上不只是 我們一般人聽的 都應該覺得他是 治安重點區域 連那個賊他自己都知道 所以他才會躲在那邊 因為就是因為那個地方 特別黑 所以他就專門躲在那個地方 連賊都知道 所以你警察不知道嗎 這不是聽起來就很誇張嗎 然後之前明明一個月前 才發生了那個女大聲 被人家在那邊 差點就被人家抓走 然後後來他去報案 報案你警方也有去看 所以調了一些事情 說看不到人 辨別不出來 你警方不知道 這個四年來 一直不亮的一個地方嗎 你還沒有任何警覺說 這個地方是不是要 加派人手部署 是不是要趕緊叫人家 去修路燈 是不是要做好 其他的防彈狀況 結果不是 一個二座劇 繼續隨便無所謂 對 就等到事情真的發生了 才開始在去修路燈 這不是根本就是 早晚有一天 他非要出事不可的一個地方嗎 你們明明都知道 可是故意不去做 請問一下這到底在幹嘛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事情 校方有責任 你校方不要告訴我說 什麼是校外的地方你管不到 我們都知道一個學校 對當地來講 他的校長 他裡頭的高級人員 對當地的派出所警力 其實是有壓力的 他如果常常去跟他反應的話 甚至他直接高到教育部去的話 你覺得當地警方吃了兩兜的手嗎 實際上我覺得 校方根本就不在乎這件事情 他就不在乎 他覺得無所謂就不料 還是怎樣 反正又沒有人出過事 你緊張什麼 其實他們的心態就是這樣 所以你從他後來 事情發生了之後 那個校長寫的那封信 你也就覺得很好笑 一切好像都是天出地話 發聲會 沒辦法 就一副這種德性 難怪會出這種事情 這都是大家預料得到 然後當地警方我就覺得很怪 你明明知道那個地方 很容易出問題 我老實講 就算你為了搶工好不好 為了讓你績效加一點分好不好 你沒事也應該去那邊晃一下 結果都沒有人去做 尤其已經發生了事情之後 還沒有人去做這件事情 就讓大家覺得很奇怪 那個賊在那邊不是一次兩次 他現在共撐說 他在那邊至少等了三次 實際上他前前後後 不知道去了多少次 警方都沒有發現 那附近有可疑車輛 都沒有人覺得說 那附近有怪怪的事情發生嗎 所以這根本就是我覺得 表示整個東西都腐爛 學校腐爛 警察腐爛 因為這真的不是防不勝防 對不對 這可以防範的 沒有 不是一個 大家都沒想到的區域突然出事 那個叫防不勝防 是一個大家明明知道 都會發生事情的地方 發生事情 那有什麼好講 就是你大家全部瞪著眼 束手在那邊看著事情發生 不就是這樣子嗎 所以今天這個事情證實了什麼 剛剛有一次講了 發生事情不是換分局長或換局長 如果事情這麼簡單的話 太好了以後任何出事 我們就先把主官換掉 換掉就贏了 不就是這樣子而已嗎 事情如果這麼簡單處理的話 還需要你蘇貞昌來幹行政院長嗎 那誰不會幹 幼稚園小朋友都會幹 所以什麼事情 你要去了解事情發生的本質 到底是什麼 今天為什麼台南那邊會吃案 其實吃案 我們跑社會新聞出身的 都知道很清楚 當然警方覺得 這個東西抓不到的人 我如果一登記 一層報上去 我又多了一個破不了的案 我到最後我會被扣分 我很多要吃牌的 我可能會被長官折罵 所以我乾脆就算了 就當作這件事情沒發生過 反正看起來就像個惡作劇 老實說 你一個警察要怎麼樣 把這種事情當惡作劇 我都覺得很奇怪 一個女孩子在一個黑暗暗的地方 被完全不知道是誰 她也不認識人 突然間把他抓住了 然後好不容易被他掙脫逃走 你居然會認為這種東西叫惡作劇 即使這惡作劇也很可惡 也很可怕 我跟你講就算是惡作劇 這個人被抓到 也要告他的 他要有刑責的 把賴自由 怎麼會認為用惡作劇的形態 去把他就這樣算了 所以我必須講 今天不要說丟臉丟到馬來西亞 我覺得那個還不是大事 為什麼 因為難道今天 今天死的是一個台灣學生 我們就算了嗎 我們是這樣的意思嗎 是因為今天傷害到的是一個 馬來西亞人 所以我們很羞愧 所以我們總統 行政院長 市長 警察局長 全部都要出來盜見 如果是台灣學生就 是這樣的意思嗎 不是 生命都是平等的 我們自己台灣的同胞 我們不是更要去保護嗎 結果今天我們做了什麼事情 現在好不容易好 因為死了一個人 燈又亮 可是問題是能亮多久 那些誰會去偷台 你們發生了 市民發生了四年多 都明知道有賊去偷了 奇怪 你們有沒有在附近 加設監視器 有沒有增加巡邏警網 如果這些都沒錯的話 老實講 我大膽斷言 未來事情還是要再發生 因為還是一樣 那個地方就是個死角 所以我真的拜託 不要只是懲處幾個人給我們看 我們要看的不是這個 這個分局長被調職了 那個分局長被懲處了 干我什麼事 我又不認識他 重點是要把市民改好 才是我們真的需要 拜託不要再給我們 搞這種官樣文章